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点54分的时候我们接获报案 火事是在4点40分的时候受到控制 根据报案的民众跟现场募集的民众 指出来是在一楼当时有听到一声爆炸声 火事是往上延烧 所以到4点40的时候火事控制之后 我们一方面有带阳台有一些受困的民众 或者是有一些民众自行下楼离开 所以我们现在在清查人数 初步在这个就医的部分有26位民众就医 其中一位是属于一级减伤 我们接获通报之后就启动了大量的伤患救护的机制 包括现场荣总联合还有民众医院的医疗团队也都在现场待命 除了一位一级减伤之外 其他25位抑制清醒 生命现象稳定 当然我们也持续的在医院收治 希望说在整个包括因为有一些吸入性的呛伤 他可能肺部的水肿 会有一些延迟性的呼吸道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除了在交互病房的那一位 在密切的观察之外 其他25位到目前为止的身体的状况 在生命现象稳定 ��세요 耶稣 您怎么不听 人物人 说 一ructures 三十八